人类的起源究竟是啥?科学家,或起源于三亿年前的此生物?关于人类的起源,自古至今一直都是一个所争执不休的终极命题。 虽然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,认为人类的祖先是人猴,但是这也只是给出了一种猜想,依然还是无法准确地说出人类的起源,因此也有的科学家们,对于人类人猴的这一说法提出质疑,那么人类的祖先,究竟是谁呢? 就有国外的科学家表示,或许这这种动物,我们要知道是在地球的发展趋势之中,曾经出现过多次生物大灭绝时期,而想要追寻人类的来源,那么就需要从哺乳动物的出现开始追溯。 因为归根结底,人类也只是属于哺乳动物中的一员,与其他的动物一样,只是有了自己的文明而已。 那么地球上的第一只哺乳动物,是如何来的呢? 科学家们经过考古研究发现,在距今3.77亿年前,有一种生物叫做海纳猿的生物,出现在陆地。 这只动物最初是海洋,而我们都知道,地球上生物的发源就起源于海洋。 似乎每当地球的生物灭绝之后,海洋这个生物宝库,便发挥了作用,不断地为地球创造出新的生命。 而当时在经历过第五次生物大灭绝后的海洋,就向陆地送出来了这个叫做海纳猿的生物。 据专家们推测,这个所谓的海纳猿生物,是一种四足动物,体长可达到1.5米左右,而如果要追溯海纳猿的来源的话,那么专家们比较倾向于一种叫做头甲鱼的远古鱼类。 这种鱼类在进化过后,形成了海纳猿,从海洋走向了陆地,诞生了哺乳动物。 后来发展出来了越来越多的哺乳动物,或许人类又只是其中的一员。 所以专家们认为,人类的起源或许就是来自于这个叫做海纳猿的生物。 不知道各位读者朋友们,对于这一推测有什么自己的看法,或者对于人类的起源,有什么自己的推测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